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追见,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为了再介绍的是一部爱死亡与机器人的科幻段片《变形记》 阿富汗的某个地区,小兽正和小胖执行任务 两兄弟愉快地打着嘴炮,带队的人命令大家停下 小兽努力地探索着周边的位置,似乎听到了敌方的通讯 突然一声枪响,将他打倒在地 小兽抬起头,眼睛变成了黄色 竟然看到了很远外,房子里的敌军 并且伸手矫健地躲过了一发子弹 精准地和队友报告了敌军的方位 在火力的猛攻下,敌军所在的房子爆炸 而流血不止的小兽居然还能像个没事人一样站起来 军营里,小兽和小胖端着餐盘,坐在桌子旁吃饭 却被旁边的老兵要求离开,不允许他们坐在这里 因为他家有皇位要继承 看不得穿制服的动物坐在自己身边 他看着小兽留那么多鞋还能正常走路,觉得很不正常 小兽开口道,我可以凭借气味跟踪猎物 跑好几英里,而你却需要整天开着臭哄哄的汉马 在没有月光的晚上,我能看得很清楚 而你们太阳一下山就得握着手电筒 你还说我,这不是很正常 老兵气不过,骂了一具狗兵 被旁边的小胖反击 你如果再叫我们狗兵,我就把你的胳膊戳下来 再用它把你打死 然后露出了自己的獠牙 老兵只好溜了 小胖很快就接到了去前方作战基地轮换的人物 临行前他愉快地和小兽告别 殊不知这一去就是永别 当晚前方作战基地就遭到了入侵 所有的通讯都被中断 没有人知道上面是什么情况 小兽得到了长官的允许 独自前往查看 发现基地里的所有人都被残忍杀死 死像猙獰恐怖 像是野兽的行径 包括小胖在内 小兽非常的伤心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狼人干的 发誓自己要活捉凶手 第二天他们在街上巡逻 小兽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老人的异样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告诉长官 因为他决定亲自解决 他趁夜色溜出了军营跑向山顶 在这里看到了白天见当的那个老人 老人将小胖的名牌挑衅地扔在他面前 然后变身成了狼人 正在小兽要变身的时候 他被老头的另一个同伴撂倒 人形他的他 不是两人的对手 很快倒下 但他凭借自己的机制干掉了老人的同伴 和老头谎成PK 他紧紧地咬住了老头的嘴 一口咬死了他 死去的编译者都恢复了人形 第二天清晨 小兽带着满身的伤痕毁到了军营 但他的特殊体质让他很快就恢复了 他看着小胖的尸体悼念 长官却走过来训斥他 他一把拽下自己脖上的名牌 说自己受够了他的束缚 将名牌扔在地上 包起小胖的尸体 在众人的注视下离开了这个地方 不属于这个地方的他终于自由了 不用再受到他们非人的眼光 他在山顶给小胖搭了一个墓碑 准备迎接自己全新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电影滴滴少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回归自然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这台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 那么 我